这条消息传出来之后呢 对于那些55岁还没有退休 接下来呢 即将要工作的这些朋友呢 影响应该是蛮大的了 因为雇员公积金局今天就宣布了 将会在明年1月1号推出乐林户头 让那些55岁以上的会员继续储蓄退休金 而目前如果你是55岁领取公积金的条件 整个条件是没有改变的 也就是说55岁 你同样还是可以领取多少钱 是你自己的一个意愿 但是你55岁到60岁这段期间 如果你工作的话呢 你的5年的EPF呢 将会定定的存入这个乐林户头里头 如果这5年就是从55岁到60岁 这段期间你存入了这个乐林户头里面的钱 你必须等到60岁以后才可以领取 当然如果你60岁之后还有工作的话 也是继续可以存在这个部分的 不过60岁之后呢将会合并 因为它这个是5年的一个机制的 或一个户头 那55岁和这个5年的乐林退休户头呢 将会在60岁之后呢 全数是合并在一起变成一个户头的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它会绑你个5年这样子啦 而现在目前你是原有 就是把这个户头存进去我们的现有的EPF的话呢 你依然是可以在55岁之后领取 只是在55岁之后如果你还有工作的话 才会自动存入这个乐林户口里面 那公积金局呢也延长会员的储蓄年龄 从75岁延长到100岁 也就意味说呢如果你继续要把这些钱呢存放在公积金局户头里头 你可以拿利息拿到100岁 那对于一些人来说觉得公积金那边的利息是相当高的话呢 这个举动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那另外一个乐林户头就是会员会在满 就是刚刚小马尔说的两个户口最后就会合并在一起 只要合并在一起之后你随时都可以拿 你要拿多少钱都行 谢谢大家